近日,在位于广西柳州市的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内,来自泰国四所高校的七名教师正聚集在一辆新能源汽车前,跟随中国教师进行识操学习。 这是正在进行中的2023年中泰新能源汽车技术职业教育私资培训。 据悉,泰国政府十分重视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,其大力降低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关税、消费税并提供市场补贴。 前来学习的泰国吉拉达技术学院教师哥扎人·毕查表示,泰国已成为东盟新能源乘用车消费的重要市场,而泰国相关的维修和技术人才仍然空缺。 近年来,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上不断投入,从电池续航里程到外观设计,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。 大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东盟市场,并受到当地民众喜爱。 哥扎人·毕查表示,新能源汽车的不规范维修很容易酿成事故。 中方教师在这方面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性,第一节课便是告诉泰国教师们如何在维修时保护自己。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教研室主任郑坤表示,此次授课专注于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三电技术, 即电池、电机、电控,帮助泰国教师,较快掌握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精髓。 刚开始来的时候,他们对汽车是有一定基础的,因为过来的这几位老师,他们都是汽车专业的老师,但是对于新能源汽车他们不太了解。 然后经过八天的培训,他们已经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达到了一个终极的水平。 之前的话是我们的整车联配件跨国出海,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技术,技术标准输出到东南亚。 我们觉得这正好是一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2015年起,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多所职业院校建立合作,培养铁路人才服务中泰铁路建设。 今年,双方在培养高铁人才的基础上将合作拓展到新能源汽车产业。 目前,广西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,广西院校也在聚焦新能源汽车发展需求,针对东盟国家开设相关课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